这些莲蓬,荷叶还有荷花呢,是收到的一份非常惊喜的礼物 不能浪费,先赶紧拍一张美照,朋友圈晒一晒 晒完照片之后呢,这些花就要被真正的晒起来了 因为我要做成干花 荷花啊,做成干花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打算用它做一盆插花 话说已经真的很久没有插过花了 感觉手都开始生疏了 我理解啊,插花其实讲究的是在方寸之间 然后还原自然之美 其实呢,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自己晒莲蓬还有荷叶的一个原因 一般我们能够买到的干花都会被商家处理得非常的规整 然后莲蓬也会比较饱满,杆子比较直 其实这就有备于植物在大自然当中的原生态 所以自己动手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它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完美 我为什么要来 看起来啊 看起来啊 好